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黄毛去的这个时候说起了一个江湖传闻 传说中如果你又不想去做的事情 那可以拜托替身纸人帮你完成 所谓替身纸人就是在白纸上剪出一个人形 然后在正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反面写上要拜托纸片人去做的事 之后朝纸片人扣三个头 纸片人就会复活变成另一个自己 等纸片人帮自己做完事情之后 就在连拍三下手 纸片人就会被回收 再之后把纸片人给烧掉 这样的话纸片人办事实的记忆 就会回到原主人的记忆里了 子豪思索片刻后剔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不回收纸片人会怎么样呢 结果黄毛表示 这都是自己道听途说的 具体会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 不过两人都把这件事当做笑谈 谁都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子豪一回家就剪出了一个纸片人 因为他太想和女朋友复合了 写好名字和委托要去办的事情后 他虔诚的拜了三拜 结果真的发生了奇迹 砰的一声 一个和子豪长得一模一样的纸片人 活了过来 他冲着子豪喊了一声 主人 然后就出门办事去了 画面一转 两个小时过去了 子豪也从先前的震惊 转为担忧 他很害怕 纸片人顶着自己的脸 去干一些奇怪的事 比如裸奔 或者调戏娘家妇女什么的 就在这时 纸片人回来了 可他的脸上却多出了一个红手印 正当子豪想要质问纸片人做了什么时 纸片人却说 女友已经同意复合了 子豪联盟拍手三下 回收了纸片人 在被烧毁之后 子豪的瞳孔突然变大 所有的记忆立刻浮显在脑海中 原来刚刚纸片人 拿着一束鲜花去找女友求和 女友虽然很生气 还给了他一巴掌 但消了气之后 也很快就原谅了他 子豪只感觉这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 然而女友却在这时发来了消息 看来女友真的统一复合了 长大了甜头的子豪突然意识到 替身指人可以帮自己干很多事情 于是他选择在家赖床 让纸片人去帮自己上班 自从纸片人出现以后 子豪也就越来越依赖他 无论是上街买菜 还是在家做饭 甚至是和女朋友出去逛街 子豪都让纸片人代劳 虽然纸片人很方便 但也有一个弊端 就是无论做什么事 都需要重新捡一个指人 写好要做的事以后 还要等他做完后又慢慢回收 于是子豪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就是不写下要做的事 只是单纯的发号示例 说干就干 子豪立马照出了一个 不知道任务的纸片人 他试着让纸片人去给自己买包烟 纸片人听到命令后 竟然真的去买烟了 看来计划成功了 从那以后 子豪不再回收纸片人 他让纸片人待在一旁 有需要的时候就直接对他发号示例 三个月过去后 子豪的生活基本都是纸片人在代劳 而子豪也在一天天堕落中 变得肥胖臃肿 可纸片人还是当初的样子 渐渐的 纸片人看子豪的眼神 也变得不同了 又是新的一天 子豪突发奇想 想去看看女友 虽然在万人眼里 子豪和女友每天都会见面 但和女友见面的都是纸片人 所以子豪已经很久 没有见过女朋友了 而女友的态度也异常冷淡 他声称自己昨天才见过子豪 虽然眼前的人和子豪长得是很像 但昨天的子豪还很瘦 怎么会一夜之间变得这么胖 他还以为是子豪不想见自己 才找了亲戚来糊弄他 于是一脚将子豪给踹飞了 这一刻 子豪意识到了自己和纸片人的差距 于是他跑回了家里 让纸片人去应对这一切 自己则继续打起了游戏 然而恍惚中 原先还在打游戏的子豪 却突然来到了酒吧 身旁是很久没见的黄毛 黄毛从三个月前见过他一次后 两人就没再见面了 他感叹着短短几个月 子豪就变得这么胖 然而子豪却对自己 是怎么来这里的毫无记忆 下一秒 他又出现在了外面 手里还拧着一袋 刚买好的零食 最近他总是会莫名其妙的 出现在一些地方 而且还开始做起了家务 这一切让子豪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家里的纸片人 命令自己做事的时候 他突然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的身份 竟然和纸片人颠倒了 现在他已经变成了 听人命名的纸片人 而纸片人已经变成了 真正的子豪 子豪正想反抗 可他却完全动不了 纸片人连拍了三下手 原先还肥胖臃肿的子豪 竟然转眼就变成了一张纸片 在那一瞬间 他突然想起 不久前和黄毛的聊天 原来不回收替身纸人的话 真的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晚了 已经变成纸片人的子豪 最终被一把火永远的消灭了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的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